获取更多EXO、防弹少年团、Big Bang、God7等含于男团资讯,请点击右上角关注按钮。 天团EXO又开直播了,久违的直播中EXO8位成员都有出席,每个人都没有落下,除了张艺兴类,而在这场直播中不仅上演了游戏,还有很多各种爆料, 尤其是队长金俊勉在各种感谢之余,还爆料了成员的生活小细节,让很多粉丝都大呼过瘾。 直播期间,队长金俊勉每句话都不离开感谢爱丽,另外还谈到了队友金中人开的一些小习惯,透露金中人特别喜欢脱袜子,只要一上车就习惯把臭袜子脱掉扔在一旁。 而有一次队长金俊勉因为天黑没注意,竟然把金中人的臭袜子当成了口罩,插点戴在脸上。 在这场直播中,成员们还透露了接下来的行程,准备要燃法,录制五集回归的后续。 而有爱丽猜测,鞭博贤和普燦烈似乎在下一周可能还会前往夏威夷拍摄MV。 在直播的间隙,成员们更是玩起了杀手游戏。 八个人闹哄哄的样子,真的是很可爱呢? 另外成员们还讨论起了一个很严肃的问题,那就是队长金俊勉以后如果要开经纪公司的话,会给成员们都指派什么任务? 在直播过程中,成员还与爱丽们约定了要上传一些成员们现场签售的照片。